好 各位 欢迎继续收听 华安之声的他乡中国人 我是方华 我们今天直播室的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贵州的周启云周博士 那周博士是93年底来到纽西兰市 当时是留学来还是技术移民来呢 我当时都不属于这种 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怎么个特殊法 因为我是随着北京市代表团一起过来的 第一次我就来到这个地方 我一看是我们在这边参加一个 中国和新西兰的经济研讨会 过来以后就很漂亮 后来我们正好我们公司也和新西兰 成立一个活资公司在新西兰 这样的话在我早之前 然后公司就把我派过来了 就把我留在这 当时是公派 也算是公派了 但后来公派就转为留下来了 因为公派公司 他们我们公司 我觉得那些当时的那些领导 对我们都很好 在我同时留下的时候 他们把我们PR自己都给办好了 所以我们倒还真没有是说自己 他们公司就想希望你能长期在这个地方 给他们工作 对了 那您现在是还是属于公外吗 还是已经不算是这个原来的公司 对 我以前在那个公司呢 因为我是作为中国和新西兰项目的协调人 来到呢 我在新西兰国家电力公司国际部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那的时候主要是协调一些中国的这些电厂的项目 当然了就涉及到很多接待的事了 中国很多这些政府代表团过来 我都涉及到接待的工作 到19一直在那工作呢 一直到1996年的时候 我生我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工作每天去上班就比较 比较累 比较累 而且比较有点两边都顾不上的感觉 为了不影响别人的工作吧 也是我就辞职了 当时公司对我确实是非常好的 我就辞职了 但这个时候我也自己就建立了乔安旅行社 在1996年的时候 好的 那么您在纽西兰生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您最喜欢纽西兰什么呢 我最喜欢新西兰的就想我想很多人都有 当你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 很多人都被它的清新绿色干净 还有人们那种友好所感染 但是我就是发现很多人慢慢慢慢淡没了 又来了就很久了 慢慢就没了 习以为常了 对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搞我的工作后来 因为是旅游工作经常带团出去的时候 我每次看到那么美 那鸟就挂在树上 那些城区的鸳鸯就在湖里面游荡 你天鹅了 就人和自然的这种协调 对 让我深深的感动 真的 有些我们团都睡觉了 他们说 你不累 我说我不累 我看风景就像 就像看电影 特别喜欢纽西兰的 这个其实是环境 对 包括您说的是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 和社会环境 还有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的 是的 这个我们在以前的一位太阳中文人 他就讲得很好 他说这个很喜欢纽西兰的 就是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 这一点总结比较精确 没错 是的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踏上纽西兰国土时候的心情 还有哪一天吗 我应该是很记得了 因为当时来的 随着很多人一起来的 新西兰政府 像他的总理 这些都去亲自给我们接待 当然一直都是 一直就是吃的喝的 一路上都看的都是很美 在新西兰留下很好的印象 当时特别是新西兰的人给我 因为我们刚到这儿 在路上的时候车就出问题了 马上我觉得好像没超过五分钟就下来人 马上就帮你给弄好以后 我们又就又走 所以这点的人当时我就感觉到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 说声谢谢都来不及 他们就消失的无依无踪了 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 这个 那您是其实来的时候呢 您是属于公派来这儿开会 可以说当时是 对 所以那种心情呢 和我一般的移民啊 留学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也是打算公司当然派我过来做开会 其实也是派我要过来了 常住的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把房子呀 家具都给我们买好了 因为当时我丈夫已经从澳洲 被派到新西兰来了 他们已经就先到了 先到公司已经都安排好了 让我们长期 所以我今天想起这位的人 真的是很感谢他们 后来听他们后面人的故事 对 我们就很幸运 没错 是的 那其实呢 从您的这个 一开始的生活的一种 就是说跟别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来到你现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很多东西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后面的发生的事情 都是不一样的 对 我相信您在最初的一些 时光里面度过的 应该是比较容易度过的 对 因为有好多 我听他们以前的故事 或者你的电台的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人们怎么那么苦 至少我们来的时候就有 就蛮高的 给了我们蛮高的工资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虽然也涉及到很多像买房 没钱买房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毕竟靠工资还是不能那个的 但是基本的生活 你没有什么着落了 也没什么忧虑了 每天就是该做的事已经 不像很多人一来 他要去 首先要去找工作 那就是说您刚刚就是最初的时候 就是其实是一来就工作都有了 所以就是直接就开展工作了 对 那您那时候也在开展工作当中 遇到的一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你后面提到的一些 就是曾经讲到的一些 就是文化的区别 文化的区别造成了很多对看法的 这个做事的方法也不一样 对 在中国人呢 他就是决定一件事的过程是很慢的 但是呢当他一决定这件事 他就恨不得你明天就赶出来 这个项目 比如我们这个电厂 哎呀 研讨研讨已经很长时间了 可是当他一决定要见的时候 他恨不得你这一边新西兰的 一个月半个月就给他出图子这些的 实际上新西兰是做不到这一部分的 而且图子的 因为两边的标准不一样嘛 所以他我们说的code不一样 有很多的问题 有之间交流 我给这边 这边中国这边 说你看你们那边怎么那么慢 我给这边 我也很理解他们 他们每天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 他不可能星期六星期天给你加班的 圣诞节可能该放假放假 那三个星期是要停的 那你那时候感觉他这种做事方法 你觉得那时候习惯或者是认同吗 当然我和他们后来谈过很多 我说像你们这样做的话 因为你钱都放在你边上的 你都你都是摇摇晃晃 要下一次人家怎么和你活着 中国人像这种 他们就给我讲 那你活着为什么呀 你就是要工作还要生活呀 生活family是最重要的 在你的生活价值里面 所以我和他们很多次的探讨 争论以后啊 其实我今天在这生活那么长时间以后 逐渐的比较认同他们 要不人活着为什么 在想这个比较深奥的问题 中文有句话叫做磨羊工 磨羊工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是磨羊工 我倒不觉得 他们上班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 而且在公司的时候 你不用看着他们 比如说我在北京 我就雇了很多个欣欣男人 在那我们公司雇我管理了 他们就是你根本不用在那守着 也不用看着 但是比如说在华人的公司 你老板在或老板不在 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是有一些区别 所以他的做事方法就是 哎呦五点钟了 比如一刻了 比如你在急事再找他 他一般就很难再做 但是这种是一个生活态度的问题 他把生活放到了第一 工作是一种辅助的 不是把工作放到第一了 那因为您是作为一个 在派驻在这边 那你有很多的东西 要去给你的总务司去做解释 对 我们在解释很难很难 很难解释 他不可以失忆 说你就不能牺牲一下 你打高尔夫球的时间 就不能牺牲一下 你星期天的时间 你就不可能 这个钱都送到你边上了 甚至说威胁 如果是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拿给你做了 他该怎么做 因为你不拿给他 他照样的生活 便没有影响他太多 所以还是无动一种 每天我就嘴巴都肺干了 天天和他们讨论 当时的电话费是很贵很贵的 我要想一想 三个我们其实来的时候 是三块七毛五一分钟 我每个月的电话费 我们那个新西兰公司的就在说 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因为就是在这个交流上 是很多困难的 那时候 email还没有开始 我正是95年才开始用email的 所以这个联系上也有一些困难 我想你那个时候的这个应该完全体会到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异 做事的方法等等价值观的不同 对 都完全都体会到了 那你觉得你从他们的这种做事上吸取了 学习到什么东西吗 学习到很多东西 因为首先呢 他们做事和我们不是太一样 因为我自己也读到博士 也读了在大学就读了十多年 然后再回想看他们做事的方法呢 我觉得他们做事更实际 就是从实际的 因为我当时涉及到一些case的设计计算 中国的工程师从角度计算上来看呢 说通不过简历不够 我们因为在建筑上啊 涉及到这些方面 因为简历不够的话呢 他这个就没法建 实际上杨人这边已经有现成的case已经建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那一边的很大的一些 我学习到他们从实践中 他不断的模仿出来 不光是靠数据啊 这些去说话了 他们的就是甚至大学生出来的那个 经验都比较丰富 这我从他们学习 还有他们也比较实干 就是他在想一个 像我在学在学习一个 比如说几何图形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要建房子 他一做的时候 他就马上想到 我这房子真实可行性怎么样 我们的从理论上描述的比较多 这些方面 我后来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 也跟他们学了很多 就是他做事一步一步的 就是他写出来的那个可行性报告 就八九不离十十 八九不离十 而且几乎 因为他的站的路上 他我和他在北京街上 比如一个一个人的数 流量是多少 一点都不麻烦 然后呢 像我们中国人 洗洗的一段信息报告 我自己就写过很多可行性报告 和他们比就是说 因为中国不可变因素太多了 我也讨论过他们 新西兰200多年 政治体制啊 各方面没有太大变化 中国的变数太多 所以说呢 你很难把一件事预测的很准 就和我们中国 比如说在我们那买票 一样的 他提前一个月 像我们今天提前一个月了 他还认为特别早 但我们在确实是 已经是要开始都已经 你要在不不肯那边 洋人那边就cancel你的了 所以根据这种情况 我觉得他们在计划上 比我们好很多 好很多是吧 其实这也是一种 就是说 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态度 对 可能是一种态度 他就不着急了 因为很有计划 他没有什么特着急的事 中国的公司就很多 像我就说 我经常是像救火队似的 在北京的时候 一早晨七点多钟 那时候刚有手机 就响得不停的响 然后你就感到一会儿 这个那个 因为就是因为计划性差 所以造成了 当然中国那种环境 你很难很有计划性 突发事件太多 对没错 各位 这里是华人之声的 他乡中国人 我是方华 我们今天直播室的 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贵州的 周七云 周博士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继续试周博士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国 与你分享拥有的快乐 他乡中国人 好各位 继续我们的他乡中国人 我是方华 我们今天直播室的 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贵州的 周七云周博士 周博士是在93年的时候 等于是中国公司 中资公司派驻到了纽西兰 最后就留在了纽西兰了 可以说从您刚才讲的 这个故事里面讲 我觉得您就是特别 应该说生活 在纽西兰生活 应该都是一帆分顺的 可以来这样来理解 是吧 好像没有遇到过 特别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可能 和性格也有关系 如果我记得我儿子 说过一句话 我说他妈妈 昨天打你还记得吗 他就说 我只记得高兴的事 不高兴的事 我就忘了 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是吗 那你现在想起 你想一想看看 有没有在这十多年 当中有没有不高兴的事 特别不高兴的事 有没有 肯定是有一些 比如说可能说矛盾 和周围环境 还有家庭等等方面的 有些不高兴的事 但是确实是记不住了 那你现在一个都想不起来 特别就想不起来 我和别人好像 特别生气 很生气的事 好像我今天还回忆了一下 都想不起来一些 比较特别 当然你说挫折 因为我们在这边 后来自己创业做事 挫折肯定也是有的 那你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比较最大的挫折 你在开始做一个企业的时候 来到新西兰 因为它的环境 和中国不太一样 做事的方法也不一样 而且我们在管理人上 比如说因为我是一个 当时买的是一个 QA旅行社 我的洋人员工 和他们的处理过程中 就有很多的这些矛盾 第一年我想也是造成了 这个旅行社很多 有几个洋人员工 就是离开的原因 他会不会不服气呢 他对我的知识 他没有什么不服气的 我很快 我说你们都搞了十几年了 我是一个新来的人 我没有学个理由 但是我自己一做这件事 我就很快我就能感觉到他们 知识量他没有 但是他那种工作态度和我们华人 就刚才我说的 我曾经记得有一件事 就有一个英国人来买票 他爸爸去世了 马上急着要走 这时候五点可能就刚好五点钟 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员工就说 你明天再来买吧 这时候其实他给他出完票 他当天晚上就可以走 像这种事呢 我就觉得蛮生气的 像这种我就给他说了 像我们就比较严厉 但是可能在一般的洋人旅行社 这是我下班时间 我可做可不做 不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 但是从我这个角度 我就觉得是你一种 对人的态度啊 关爱的等等这些方面的 想的就比较多一些 可能做事方法 有点像那种的一套来做 后来我觉得这个事呢 也是在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 他们造成我们很大损失 因为这离开了 带走了新的客户 好多老客户都带走了 然后我又重新开始招人培训 都是KV了这种情况 我们不断的总结经验 然后再去做 在这个时候和他们处理的 就像家人 当然我招人的时候 我就特别注意 要态度上要和我 比较激进一些的 重新招一些 就是说价值观念 和我比较激进 就像我们华人做事 就喜欢这个公司 就像一个家庭 像个family 我经常给他们讲 大家就相互帮助 虽然也有这种摩擦的时候 所以我后来 经过那么一年的这种调忍 第一年 因为我们也亏了很多钱 第二年就开始 不断的调整 就公司不断的走上正轨 其实你刚刚说到的 招人 就是说你作为公司的老板 可以说你招人的时候 就是说就招本地KV的时候 他来这里面试 比如你要叫他来面试 他面试一看 怎么是一个中国人 他会不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你能感觉到大吗 我觉得没有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他的原则是很强的 在这边早上上班 九点到五点 这是他很清楚我要干什么 他上班的时候还真不偷懒 就是能做的事他都做 也是态度 你要说不好 他在这一次期间还是蛮好的 但是就是他这个环境培养 就是在我之外的事 就我刚才说的生活态度的事 那就是我的时间 他们对我的态度 我觉得每次我interview很多很多人 不说成千上万 那起码也是上百个的KV这样的人来 招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没有的 当然他主要是看你的工作环境 你是不是提供给他的工资 他是不是有前途在这个公司 他和我们在这一点上考虑都是几乎一样的 更现实一些 可能前途考虑的少 就看我今天应该是多少 这个我觉得 你满足他那条件 他也就留下 那您就因为我们很多新移民 来着要找工作 要去面试等等 我们以前的这个节目里面 很多人都是从一个 去应试者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今天我们正好谈 请你来讲一讲 你作为一个面试一个主官 面试考官来说 你看了 你是对一个来应聘的人 你首先怎么去观察他 我首先第一看CV 我看到我收到过很多中国人的CV 简直没法和洋人的CV比 我这是讲了一句 为什么 他们给我的CV都做得漂漂亮亮的 就是重点在哪里调节 就是一打开是一本册子似的 你图文变貌 然后写的那个简历 自己很会把自己图出出来 然后当然第一的就是 你首先一看 就是我们华人有好多交到我的手里面 起码有好多份是手洗的 我之前看不清楚他写的什么东西 你想这种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给他打电话 他写的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有中文有英文的 有中文有英文 但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CV报纸上 招人比较多 所以他用英文的机会 还是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有时间好心的时候 我有时仔细 没事的读他几行的时候 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的时候 说拿来看看 招来看看的时候 觉得其实也蛮冷干的 但是就是他的简历上第一步 可能我如果有更多选择 我根本就不去看这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一来的时候 当然最重要还是你的知识量 你的知识量我们问 因为特别像我们旅游行业 涉及的不光是说中国票 特别我们要卖到世界各地的票 你对全世界的知识 比如我随便抽两个国家 像罗马尼亚这种 某个城市你起码听说过吧 你不听说过你也知道 怎么很快在最短客人 在你面前的时间 你把这些信息找给他 所以像这些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不一定是学理由的 我现在转来转去 我觉得学读书读的比较多的 比较适合于我们 那你比如说你看的时候 你会特别在意他的 第一眼的感觉吗 就是他进来了 你在办公室坐着 他进来了 然后他第一眼的感觉 包括他的仪表 包括他这些言谈举止 还是挺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每个人 我觉得后来我总结了一下 这是缘分问题 他可能呢 在我我可能就觉得 这个人可能和我们 比较实惠 比较实惠在我们公司 像个家庭比较容易相处 感觉是同一类 对 如果这个人我一看 我觉得可能和我们不一类的 可能在不太容易 我们这个家庭 你再能干 我们也留不下你 像这种的情况下 对我们的印象 当然你不能说 你可能西装格力 穿得整齐漂亮 这个不一定 因为像我们这种服务行业 需要给人的感觉是 比较第一 他本身就要诚实 他才能面对客人 比较诚实的态度 去对待别人 这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第二点呢 当然你的知识 要不别人来找你干什么呀 所以这两点 也是我们选择 当然还有个性格 如果你很能干 你什么都很好 可是你和别人都不好 这种可能会 也不行 因为我们teamwalk 也是很重要 你总有上厕所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把别人都要帮你的相复 这种情况也是要注意的 一种态度吧 在这边 所以在新西兰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强调 和中国不一样 我探讨了很多 像我孩子在这边读书 我看他们的洋人孩子 和我们的培养 他们确实很重视培长 team这种 集体精神 对 我们华人过去呢 我只要成绩好 像我这成绩好 老师也开绿灯 错就差就差点 他其他方面不太注重你了 这种培养方式 也有点不一样 对 就是还注重团队精神 对 还有一点呢 因为我碰到我好多 就像我过去的公司 在新西兰 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他们在招人的时候 特别是招到华人的时候 也咨询我的意见 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天 那是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公司是吧 我离开的时候 正好我在那去干什么事的时候 他们正好碰到 就说你看这个中国年轻人 招我们在工作 我一看他的背景 都是同级大学毕业 然后又到了美国 又到澳洲念完博士 来到这边 我看他的经历应该是很不错的 他后来他告诉我 他反应慢半拍 我说不可能 我想可能是语言的问题 因为你在这个西方工作区 你的可能反应比别人慢一点 不是反应 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时间 给他翻译过去 对 没错 所以可能是你在这一方面呢 可能你要是英语比较好的 我自己周围的朋友这些 我看见都能很快地找到 比较好的工作了 英文这一点 对 你别让他觉得 他和你沟通都有困难 他来到你这就比较更困难了 如果说有一个KV和一个中国人 两个人去那里面试 而且两个人的 你感觉两个人的这个情况都是旗鼓相当 你会怎么选择 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市场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做客人的市场 如果我是KV市场 我肯定要KV 如果我是针对华人市场的 我就会用华人多一些 这个我自己觉得 我来那么久了 我和他们很多洋人都是好朋友 但是呢 早期他们叫我去开party 我就跟你说的 晚上11点多钟去 搞到两三点半一三个 他们挺精神的 但是我们那又难受死了 然后去那么几次 他们也觉得我们没有意思 他也就不怎么邀请我去了 就我的 我也曾经邀请他们来party 我们中国人就吃呀吃呀 聊啊 就是这个 他们过几次也觉得没什么 我也觉得没什么话 他们说该说的都说完了 那个背景又不一样 我他红楼梦他也不懂 他跟我谈其他的文学 我也不太明白 所以这种话呢 就比较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在和KV交流过程中 他的背景的话文化 他还是希望有一个了解他们的人 因为你马上就知道他想什么 可能我也知道他想什么 可是呢 我找出对策的时候 就比较 就比较慢一些吧 至少是在这一点上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现在也希望用一些 中国的年轻人去做一下 KV市场 也希望有一些突破 也在试炼过程中 但是都不是很成功 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呢 我想有几点 还是我说的 因为在中国长大的和他 他融入他内 你要想拉住一些大的公司客户 你首先就知道他的文化背景 你这和他有话聊吧 你不一去就说你去哪呀 我去纽约给你订票就完了 那久而久之就不会找你了 他会找一个和他像朋友一样的 那您觉得就是说 从您的这个经验 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 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就是说中国人 新移民也好 这个大学毕业的也好 在找工作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东西 注意就是看 你如果是搞技术的 技术的话呢 我觉得他可能注意的就是他和别人沟通比较少嘛 现在我们碰到的很多年轻人在这一块找到工作的也比较多 我也主动给别人介绍过好几个工作 像朋友的公司呀 在招人的 这一块要好一些 如果你是做marketing啊 做这些方面的话 我觉得英语 还有你对他本国文化的融入 就不像我这样 可不融入 可不融入 你要真的去多了解一下他们 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喜欢的是什么 他们常常谈论的问题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你就不能天天看WTV了 这时候就得看点TV123这种片子 你对他们 因为他每天上班谈的问题 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不和他像朋友一样的 你就很难去融入到他这个环境 就是要适当的去了解本地的这个发生的新闻 对 包括体育 对体育文化就是背景文学 他可能你会碰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对感兴趣 你比如车这一方面 他们谈起来投资是他就为一件小事 他可以谈好几个小时 像我们中国人 然后大概八九不能时谈就谈完了 二十分钟就没话说了 那就是说这个现在的 包括新移民 包括一些留学生 工作要找 毕业会找工作等等的 应该是多去了解本地人的一些话题 如果你像去一个KV的公司工作的话 对 那我想很多人都愿意去一些KV的公司去工作 那就是应该要多找一些话题 对 就是说面试的时候 不一定说是就一定是那些专业知识 那可能也会闲聊 我碰到很多面试的人 曾经跟我讲过好几件事 他们特别考察亚洲人的teamwork 就是team这种精神 那怎么考察呢 他就看你的比如说爱好 你的爱好是不是 比如说你比较喜欢篮球 那就说明你起码五个人在一起工作 如果你只是喜欢高尔夫 就是你自己活动 比如你喜欢过去你做过的项目 都是有一群人在做的 那他很多方面去考虑你 他还有问你的话的过程中 他们因为亚洲人 过人他们说单打独斗都是不错的 他们明白 但是他知道在和别人配合的过程中 就有一点 不一定是有问题 至少是因为不一样和我们 所以说他会在这方面对你考察 我知道很多大公司在这方面 花很多精力去考察他们 对了 那如果找工作的朋友呢 可能在这方面要多注意一些 各位这里是华人之声的他乡中国人 我是方华 我们今天直播室的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贵州的周七云周博士 周博士呢 93年底来到纽西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